一只长着人脸的狗出现在马路中间 正在跑步的小美瞬间呆住 明明刚才转头时 那里站着的还是一个小男孩 现在怎么变成了一只长着人脸的狗 好奇心驱使下 小美跟着那只狗走进密林中 随后狗子竟神奇地消失了 只剩下面具被扔在地上 小美发现面具下似乎埋着什么东西 当她将土挖开后 发现下面埋的居然是一只装有胎儿标本的玻璃皮 噩梦惊醒的小美赶紧打电话给闺蜜 可没说两句 突然听到楼上的房间传来一响 感觉情况不对 她便上楼查看 当她来到楼上的房间时 发现房东家的大儿子正在给刚出生的弟弟照镜子 嘴里还神神叨叨地念着什么 小美刚打算上前询问 结果大儿子突然回身 将手中的镜子拍在了她的脸上 可小美根本不知道乔博是谁 晚上下班后她刚走出大门 就看到了一只蓝色的手套 这只手套与梦中男孩手上的一模一样 这不禁让小美有点头皮发麻 可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 做早餐时竟从鸡蛋中打出了一只活的铜鱼 房东家的大儿子好像也在跟踪她 闺蜜也发现小美的眼睛发生了变化 局部已经变成了蓝色 小美立刻找到了医生 可医生也不明白小美的瞳孔 为何突然会有一某蓝色 只能先做检查 然而就在回家的路上 小美就再一次看到了噩梦里的那个男孩 但对方转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美以为是幻觉没有在意 但她马上就知道这并不是幻觉 回到家后 小美总是听到家里壁橱里有咚咚的声响 可她打开壁橱好几次却什么都没看见 小美不死心 这回她加快了速度 一瞬间小美被吓得瘫倒在地 而当男友闻声感来时 却发现壁橱里什么都没有 但为了避免再次被吓到 她直接将镜子拆了下来 可第二天一早 好不回来的小美就发现房东家的小儿子死了 房东一家都在伤心地哭泣 只有大儿子冷冷地注视着小美 这让她感觉头皮发麻 随后小美便来医院取眼睛的检查报告 医生告诉她 瞳孔变色问题只会存在于双胞胎的基因融合上 所以医生认为 小美的眼睛变色 可能是受到同胞胎的基因影响造成的 可小美是独生女 根本不是双胞胎 她不敢耽误 向父亲求证自己到底有没有双胞胎的兄弟姐妹 父亲面对这种提问先是沉默 但随后她就支支吾吾表示 缠住了弟弟的脖子 所以最终才导致弟胎死腹中 小美问父亲有没有给弟弟起名字 父亲告诉她 正是名字还没起 但给她起了一个小名 听到弟弟的名字 小美顿时感到后背发凉 这名字和房东大儿子嘴里的名字一模一样 她怀疑是弟弟的鬼魂回来报复自己 她突然意识到母亲当年自杀可能也不是偶然 她赶紧找到母亲的遗物 翻出了几张母亲的老照片 我不其然 其中一张照片里也出现了那个男孩 还有一个叫苏菲的名字 为了弄清事实 小美辗转找到了这个名叫苏菲的老人 老太太一开始很祥和地接待了小美 可当她将遗物中的那张照片递到苏菲面前时 老人的脸色骤变 并急忙驱赶小美离开 而苏菲这种反常表现也让小美心中增添了更多的油 闺蜜此时也替小美担心 她让小美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剪刀放在枕头底下用来撞她 可这剪刀好像没有任何作用 深夜 小美一睁眼就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 自己却被困在天花板上 而那个男孩就躺在自己身边 慢慢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最后双手伸向了肚子 像是在掏什么东西 瞬间吓得小美直接从梦中惊醒了过来 为了消除小美心中的恐惧 男朋友本想带小美来到酒吧放松一下 心想这里这么多人 阿飘应该不会来的 可没想到小美还是在人群中发现那个男孩的身影 吓得小美赶紧来到卫生间躲避 然而厕所这个东西正是阴气重的地方 小美刚走进卫生间 一旁的洞就传来奇怪的声音 她鼓起勇气想要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 忽然从里面喷出了很多虫子 意识到情况不对 小美便急忙逃跑 可这时洗手间的门却无法打开 然后她就眼看着已经离世的母亲出现在的面前 就在小美几乎要崩溃的时候 男友和闺女纹身而至 一瞬间整个洗手间恢复如初 经历过这件事情 小美再次找到了那个叫苏菲的老太太 而老太太也不再隐瞒 她对小美说出了实情 其实她就是小美的外人 而那个小美一直能看到的男孩 并不是小美的弟弟 而是老太太的弟弟 也就是小美的舅舅 原来在几十年前 她与弟弟一起被奈翠抓到的集中营 奈翠那个时候沉迷于双胞胎的灵魂感应实验 无数的孩子被送上了手术台 这种实验非常痛 有的人瞎了 而有的人则直接死去 苏菲的弟弟就是那不幸中的一员 然而更诡异的是 两天后弟弟居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并且眼睛也变成了蓝色 但苏菲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已经不是自己的弟弟 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占据了弟弟的身体 于是她亲手杀了弟弟 可那个魔鬼却释放了诅咒 让他们家族的孩子都是双胞胎 以此成为恶魔降临人间的基础 其实那个恶魔从小没小时候就一直存在 但是她无法直接控制小美 她只能先控制弱小的生物 从昆虫到动物 从动物到小孩 最终目的就是控制小美 这个逝去兄弟的成年双胞胎 那是她最完美的容器 随后外婆让小美找一本名叫静之书的典籍 里面有相应的驱魔仪式 或许可以将恶魔驱散 小美便连夜去图书馆找到了那本静之书 而当她来到神父这里时 天色也已经大亮 小美希望神父能帮她搞一场驱魔仪式 可滑稽的是神父却是一个无神论 她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恶魔的存在 小美再三请求神父帮帮她 因为她能感受到那恶魔已经越来越强大 可她不知道的是 恶魔已经开始对她身边的人下手了 一个老太太深夜起床散步 发现隔壁的老王头出现在门口 可老王已经瘫痪十年了 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老太太赶忙下楼去找护工 可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 轮椅上的老王头消失了 她刚来到楼梯口 又看到老王头趴在地上爬了过来 老太太还朝下面走了一步 问老王到底怎么了 谁知道这时老头的脖子 突然来了个180度旋转 老太太瞬间吓得丢下拐杖就好 随后躲进了储物间 虽然她躲过了怪物 但却没能躲过化身自己弟弟的恶劣 刚认清的姥姥就这么死了 小美明白恶魔还会对自己身边人下手 跑来击破自己的心理冒险 她赶紧发誓凭嘱咐闺蜜一定保护好自己 可此时闺蜜就是不幸险 大半夜的独自去开了门 气得小美赶紧带着男友赶过去 但是已经晚了 看来房东儿子已经被恶魔完全控制 相貌也逐渐变化成恶魔的模样 千军一发之际 男友破窗而入 小美二人及时赶到 恶魔看到男友这么猛 被直接吓退 剩下了一脸呆萌的小男孩 没多久恶魔也找上了想要帮小美的神父 当晚神父在研究净之书时 房间内突然停电 可当他出来查看 却看到一只身体严重扭曲的狗 而这一幕神父也曾在净之书中看到过 此前神父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恶灵 而现在他也终于相信了 伴随着神父的一声呵斥 身边的一切也都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神父就约小美见了面 她不但答应帮女主进行驱魔仪式 还给小美介绍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黑人牧师帮忙 根据古籍上的要求 神父请来了十名志愿者 十个人围成一个保护圈 小美则躺在中央 然后神父和其他人一起 诵读禁之书中的驱魔咒语 可还没过多久 这里就狂风大了 而那个小男孩也突然来到了小美的身旁 在面对真正的恶灵时 人多显然起不到任何作用 只是一个眼神 志愿者们就浑身抽出 身体就在一个眼神 牧师手中鼓起破终 他们好像低估了这个恶魔 所有人都只能逃跑 自称有着丰富驱魔经验的黑人牧师也跪倒内 只能颤抖地祈祷 但随后就被恶魔控制 此时男友见识无痒 便急忙盖着小美逃离了大厅 两人躲在墙角气喘吁吁 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躲破恶灵的追击 并且在扭打的过程中 男友也明显不是恶灵的对手 好在有小美的帮忙 男友才有机会用铁管将被附身的黑人牧师击倒在地 两人刚喘了一口气 男友的手就止不住地哆嗦 小美健壮赶忙逃离 因为她知道男友也已经被控制 可她还没跑多远就被男友追上 就在小美即将被男友掐死的时候 慌张之下她扯断了外婆送她的吊坠 并用她狠狠地刺进了男友的脖子 而苏醒过来的神父也再次赶来送毒阵那驱魔咒语 小美健壮也急忙跟着毒了起来 不知恶魔是不是法力耗尽 竟然连连后退 在小美和神父的二人合力之下 男友瞬间就被弹飞 并重重地摔在了大厅的地上 就此为爱牺牲 之后小美的生活也逐步恢复了平静 然而没过多久 小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男友的孩子 检查后发现怀的还是双胞胎 看来恶魔的诅咒并没有结束 Jumbie wants to be born now